哎呀,在公园的这个椅子上啊,坐了呢,一个多小时,看了一本书,威斯里的这个女黑侠木兰花系列,自行电子道,很有意思,写的是一个大哥,但是一个科技高手,如何去盗取别人的这个密码,并且作案的故事。 最终呢,黑女侠木兰花是技高一筹啊,在保险故中等着她,结果就被她逮着了,那么,故事写的很好,而且看到我也是这个有点累了,一直在坐着,我上一次在巴黎啊,也是在看威斯里,这回我是在这个索菲亚的这个地方啊,这是什么东西呢,这是一个,好像是一个艺术的中心啊, 是在这个楼里,很有意思的一个楼,这是这个楼以前的样子吗,是吗,但这个好像也没人进了,没人进了,我就不进去了,顺便在其他地方走一走。 今天晚上十点半,去巴南,然后呢,在那待一天,然后坐车回来,回来之后我在想是不是坐地铁,坐地铁是八块钱人民币,打车是八十,坐地铁的时间呢,有点紧,就是说一切必须给是风调雨顺,不能出现一丝纰漏,或者就跪了。 刚才啊,我在坐地铁的时候,又想到了以前的那个女人,小范,哎呀,我天,这个真是红颜祸水啊,这个女性真是让人头疼。 哎呀,一个一点也不在乎我的女人,我却很在乎,我发现人有的时候是见皮子的,就是你总去在乎那些,你不在乎你的人,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。 像你的亲人,有的时候往往你会不在乎的,就是得到了并不珍惜,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,真是这个样子。 当然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路人你不会有感觉,因为路人你不想得到他,路人我跟他不熟,我对他没有欲望,没有欲望你就不想得到,不想得到就没有感觉了。 但是你一旦想得到就得不到,那就糟糕了,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,好在呀,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的变得越来越丑了。 人一变丑呢,我这个欲望就下降了,我觉得这是解决这个东西的唯一一个办法。 再过个十年,再过十年,他四十岁,我估计我就对他啥想法都没有,四十岁的老女人。 这又是个麦当劳,看到了吧大家,麦当劳。 哎呀,坐马路吧,马路对面的这个楼还是很漂亮的。